北京时间2月4日23点 英超联赛第22轮 努涅斯单刀不尽 萨拉赫五轮零球 利物浦克场0比3惨败于狼队 这一场0比3 是利物浦在英超面对狼队的最大比分势力 而他们上一次顶级联赛面对狼队进负三球 还是在80-81赛季首回合克场1比4落败 至今已经有42年的时间 最近四轮联赛 利物浦一平三副锦拿一分 现在已经被切尔西反超下滑至英超第10 落后第4的纽卡斯尔11分 利物浦球迷这个夜晚唯一欣慰的是 他们亲手将同城死敌埃福顿又送回了降级区 原本本轮先开赛的埃福顿主场1比0 击败阿森纳后暂时逃离降级区 如今他们又被全取3分的狼队反超 跌至英超倒数第3 比赛回顾第6分钟 黄喜灿进区右路零度角传中 皮球被马蒂普蹭了一下后 击中左力柱反弹进网 狼队取得1比0领先 6分钟后 戈麦斯投球攻门被挡出 道森转身暴射破门 狼队2比0领先 第711分钟 特拉奥雷突入禁区右路后 低平球传中 内维斯连平带过单刀 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 最终狼队锁定3比0的胜利 利物浦这边 赛拉赫和努涅斯两大前锋 集体牙火 其中努涅斯赛线 单刀不尽的常规操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